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入口关税在中国的货品中 全部都是10% 听说整张清单做出来是195页子 食品和饮品都32页子 食品和饮品都32页子 在上一期说连一粒芝麻绿豆都会加上去 所以不想在美国看到一单中国货 如果说是2025中国制造 我就是要全美国一个中国制造 都不让我看到 不知你们记不记得 在几个月前未有关税战之前 曾经有一个报告走出来在美国 已经是一个序幕 他们找一些媒体访问美国家庭 进去拍照见报 原来所有家电所有东西都在中国 这一集出现出现了 我已经在心中感觉 为何会有这样的访问 从通章报纸都看到 原来这已经是关税战的序幕 所以我们有时看东西是要非常细微的东西 也要看到 否则你的思想怎么可以说 所以我经常都说 我做金融原来读英国文学 读英语是有用的 因为它是给到一些灵感给你的 你也要写出你的感受 所以这就是那幅访问美国家庭 原来美国家庭90%的屋子都是做在中国 这已经是一个特朗普的序幕 我告诉大家 说回这个清单 第一 我先给大家看一张表 这张是我做出来的 是由美国那边有一份媒体写出来 我在这里给大家看 第一 食品和饮品 食品和饮品 包括海鲜 奶类产品 奶类产品 菊麦 不需要说 这些粒粒粒粒 干果 果汁 抗泉水 啤酒 各类的酒 当然是连统 那些粒粒粒 那些粒粒粒粒 那些粒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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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是全部食品和饮品 全部 第二 到化学的东西 所有和化学有关的东西 大家可以留意有此部分 数字 第三是电子和电脑 当然是全国家电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美国家庭 特别是微波炉、暖炉、所有家电 电视全部都是 made in china 未曾到2025年 现在已经是了 电筒、电灯、焗炉、微波炉、电视、收音机 所有的电锅 挂在墙上的钟也是 第四是纺织品、皮夹、旅行装、旅行袋 皮草、羊毛、绵衣、皮鞋、synthetic fiber 所有的纺织品是低的 第五是机器和钢铁有关 钢铁已经撕了25% 这是重复了 钢铁、铝、铜、铜、nickel、升、冷气机 所有与钢铁有关的机器和机器 第六是汽车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中国汽车不太风行 但有很多汽车零件 有很多不仅仅家用的汽车 如拖拉车、货车等 还包括船 第七是架司和古董 连古董都不放过 听说两百年历史的古董 所有的家具都能说出 一张小座也有 他不希望看到一样东西是Made in China 一样都不可以 有两样东西是最厉害的 一是Made in China 二是回教人士 Muslims 所以他在移民政策上 要全部删除六或七个国家的回教移民 不准进去 他只想看到白人 就抱着Millennia 每晚睡觉 你又做不到事 七十多岁了 特朗普的孙女学中文 还去过China当值作一首中国诗 以上所说 以表面上的英文为准 我认为中国不要再浪费时间和他谈判 谈一叉 即和美国断绝邦交 现在已经正式开战了 你所说的藉口根本不是藉口 而是谈判 藉口断绝邦交 把所有外交人员回去 而驱逐俄俄罗斯一样 所有的领事 全部叫他们回去美国 一定要以重手去对付他 打就打 还有 如果我是习近平 我会打入台湾 驱逐美国新领事馆所有人员 这是我的地方 Fuck off 好好的逼他打一场仗 说多无谓 吃都会很抑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